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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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这个用意呢就是主要有几点 第一点呢它是一个先手 就是这个像是飞着这个过河竹 也是算抢先的一步起义 比如我们试着演示一下 对 那这个竹可能要冲下来 对对对 不能让你白吃掉 对对对对 那么红方可以再走这个马发金六 继续去登竹 那可能竹三机是不是再冲下来 对对对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可以走炮五进四 敲掉黑方的中竹 这样你觉得那可能就试四进五先补一手 补一手 这个时候红方再走这个炮八件四 这样子等于说红方呢 就是说子力能够快速地出动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虽然黑方有一个过河竹 但是红方的子力出动的速度比较快 当然那也是获得了足够的补偿 当然就形成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开局 对也是走的比较多啊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实战 红方呢 这个实战没有选择这个比较吸引的 这个向七进九的一个变化 而是选择了这个马发进九 马发进九 黑系走 居酒进一 然后红方是居酒平发继续亮剧 黑方是居酒平四 过攻 然后红方这时候就选择了这个 直接是炮五进四打冰江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走法 然后黑方正好十四进五补一手 红方 炮五进一 继续打冰 通过这个炮 连续吃掉黑方的双足 希望取得物质上的优势 是的 这期红方下的还是蛮积极的 不过这里呢 黑方当时实战也选择了一个马二进一 对对对 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其实这部棋呢 其实还是下的很有想法 正特 这个棋在我的印象里 最早的走法呢 是黑方选择的是马八进九 跳边马 这样子呢 也是防范了红方这个 炮一进三下底炮的一些威胁 但是现在怎么又流行起马二进一的走法 能给我们大概棋友们讲一讲 这个时候以前呢 一般是走这个马八进九 主要是为了阻止这个红方 炮一进三下底炮的一些连续进攻手段 但是后面在这个大家的这个拆解当中呢 发现其实黑方并不惧怕红方的这样进攻手段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黑方如果是按时尚还是马二进一 红方炮一进三 黑方马八进九 肯定是不能容论红方炮一平三去敲了像的 对 红方在 那这个棋红方正好是不是炮八平五 又打你这个中向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有一步巧招 可以化解这个危机 黑方可以走 吹一平 对狙 直接把狙对上 对对 通过来交换红方的这个左狙 然后呢 给红方的阵型制造弱点 那我们来演变一下 那我可能先把你举给杀个回头 让你这个吃回来 然后这是不是又打着中向呢 对对对 比如说红方这个时候选择炮打中向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走这个降五平四 这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正好出将来杀底式 对对对 那好像我来不及炮五平一吃你这个子 对对对 炮五平一的话呢 黑方有这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反击手段 黑方有这个炮三进七打相 这是打着底相 对对 打着底相正好不能知识 知识杀气 对对 这是一个绝杀 只能上帅 黑方可以再进鞠将军 黑方可以再进鞠将军 黑方可以继续上帅 黑方再通过平炮将军 那只能帅五平四 黑方这个时候再有一个退鞠 叫杀 那么这样呢 也就形成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军杀 是的 这其实真是巧妙 这样子正好不能偷吃子 对对对 那不偷吃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有没有其他的硬招 就是说我这里的时候 我吃相一僵 你出匠很巧 然后呢 我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在要不要四六进五先补一手 补手势 四六进五呢 黑方可以炮三进七 先吃相 先叫杀 叫杀那我可能还得四五进六 这么先防一手 对 这个时候黑方就可以正好走到这个炮八进二 同时把这个红方的先手都给化解掉 是的 这个棋等于说 黑方就是又是红方 你来贪吃我的相吧 你吃我的相 那就给了我这个反击的一些机会 所以说这个 这种变化也是告诉我们 就是不具阶段 千万不能 就是因为贪吃一个中相 一个底炮的一个威胁 所以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底线那个问题给暴露出来 所以说红方这个时候可能按实战来讲 他也是不着急下底炮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实战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呢 所以就不着急炮一进三了 他就是很老练啊 这时候先失落进入鼓励 对对对 就是先在这边呢 先战一招式 避开黑方的一些严厉的反击手段 那黑方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走了 这个马八进九 也是避免红方的炮一进三下底炮 是的 那这时候红方选择 红方选择 需要一进四 抓这个过河竹 希望能够增强一些先手 对 这好像政特这个局面 就是双方在开局阶段 就是六个大子都出动了 而且红方呢 红方先吃俩兵 但是黑方有过河足的一个补偿 所以双方这个选择了一个 应该说相对比较激烈的一个变化 他这里的时候 实战的时候 我看黑方是走了一个足三进一 是下兵 他这里可能眼光照 我们一看是不是有一个进居对居的气 这样子是不是也护住了 我的这个过河足 对对对 进阶对居呢 看起来确实是挺好的 因为可以通过这个简化对居 然后呢 保住自己的过河足 那这个时候红方呢 有一个比较巧的一个招法 可以走这个炮吧这样打居 就他也不着急先对 而是用这个炮来这个对居 对对对 这样呢 可以达到这个 左炮右移的一个效果 对 这样呢 使自己的阵型更加地协调 比如我们稍微演示一步 就是这样 那只能这样子交换了 对 这样打过来以后呢 这个炮这个通过这个一个战术组合 来完成这个左炮右移 那么以后呢 红方以后可以走 冰三进一或者冰五进一 这样的手段消灭掉黑方的这个三路族 等于说黑方这个三路族 一直有隐患 也突不下来了 而且居出的也比红方居出的慢 对对对 红方通过这样的战术手段 也是顺利地把这个八路鞠给抢先亮了出来 对 所以有时候想这样子 强行用鞠宝组可能行不通 对对对 这里也是一个小的一个泡八将 一个特别巧妙的构思啊 给大家提供一下 所以说这里呢 鞠四进四对鞠是不行的了 所以黑方就是也是下得很积极啊 然后足三进一就这么冲下去 对 这个时候呢 其实对红方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因为黑方给红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对对因为有一个过客组 但是红方呢实在是选择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走法吧 对 走了这个泡八瓶六 是的 他这个炮一般我们想 比如说这个炮我进两步啊 进四步 什么泡八瓶四是吧 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啊 就是来捉这个组 这个泡八瓶六也是捉组 但是他不怕他这组冲下来嘛 就有时候我们会有好奇 这个你这个炮正好挨着这个组 对对对 是不是一般的老谷都是炮八瓶四过了 对对对 以往呢出现炮八瓶四比较多 这样呢 当然黑方呢就是选择这个竹三瓶四 凭竹来威胁红方的这个中兵 但是红方呢 炮八瓶六的这个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黑方 竹三瓶四来威胁红方的中兵 希望把黑方的这个竹往下引 其实这个题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当时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对这人蒋川特大 是有这样的一盘对局 你是下过一盘这个期 对对对 你也是走这个炮八瓶 对对对 当时呢 蒋川特大呢 当时是走了这个初十进五 稍微摆两步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用鞠来保住这个三瓶组 那后来你是怎么下 我走的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可以起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这样冲一个 我再走这个初二进二 可以起炮八瓶七 炮八瓶七 当然这样呢 实在效果呢 黑方也取得了这个不错的局势吧 但是可能我想的话 这个王特大呢 这一盘再次选择这个开局 应该也是对这个棋局 有一些新的理解 对是的 它这个局呢 就是用这个局来保住这个组啊 对对对 也是其中一个变化 但是呢 就是双方可能都各自有研究 可能也看到郑特你们这个盘对局啊 所以说有一个新的一个设想想法 就索性的这个足就冲下来了 对对对 冲足跟人家此关一起 其实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局面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地分析一下 其实就按郑特刚才你说的啊 这个居四进五 这个保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变化 那这里这个黑方为什么 这个足这么很凶悍地要冲下来 就冲下来 然后也不怕红帽有什么陷阱 因为怎么说呢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的背景啊 今年的这个彭承杯的这个第二届比赛呢 它也是继续采取的这个双败淘汰制的一个赛制 这个赛制很有意思啊 不像以往我们的这个单败淘汰制 就是说你只要是输了一场了 你就是被淘汰了 那这次赛制呢 那这次赛制呢 就是你允许你输两场 你才会被淘汰 这场对决呢 是王天一对阵赵新兴的决赛的对决 此时呢 王天一呢 是一路这个过关斩将 也是一盘未败 进入了决赛 赵新兴特大呢 是输了一场 然后进入了决赛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赵新兴特大直后手这盘棋 他必须得求胜 他才能够继续向这个冠军冲击 而王天一特大呢 他这盘如果获胜了 他也就是获得了冠军了 所以这盘棋就很有意思啊 双方都是下得非常的积极 尤其黑方啊 他也没有选择 就是布局阶段 没选择这个居四季五的变化 而是就选择了足三进一的变化 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 比赛中的这个对局的这个状态 心态 还有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导致了黑帮选择了 这么一路非常积极的 非常这个凶狠的一个路走法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也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给大家可以摆一摆 我们选择这个泡六平四 泡六平四 在这个局面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 这个棋呢 当时在2015年茅山杯的时候 我先手对阵赵欣欣特大的时候呢 当时赵特大选择了是居四进五 当时我们有过这样一盘对局 可以给大家摆一下 当时我走了这个象三进五 补一手像 居四平五把中兵吃掉了 然后他可能也是正好把你的炮 把你的竹吃掉了 对对我把竹打掉 然后赵特大能再把右平七 再把这个我的这个三路兵也吃掉 我当时走的兵有禁一 拱边兵 这样的局势呢 就更加趋于稳健一些 但是这盘棋呢 因为有些特别的一个背景 加上呢 可能这个赵欣欣特大呢 可能也是担心这个 王天一特大可能在看过这盘对局 有一些特别的准备 所以这盘棋呢 也就是抢先变糟 对他没有选择这些稳健的走法 对当时这个背盘棋呢 走了这个逐七进一 对直接也是继续充足 压制红方的这个三路嘛 那这期红方是不是也可以补手像 就是按照我们的冠 对对对对 思路是吧 我这个炮平过来 就让你冰冲下来了 我这个补像不正好呢 把你冰是不是能打死呢 对对对 补像呢看起来是一个 很直观的想法 比如我们也试一下 比如说向三进五 那么黑旗呢 因为刚才冲足 其实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走这个车四进二 通过先手来 站自己的这个冰性线 同时抓开红方的一路炮 那么红方炮一推二 黑方可以再走马一进三 直接这么用这个炮来保住这个族 正好你不能吃 吃我打过来 还打着你这边的马 对对对 这样呢 如果说这样简化 转换呢 红方要丢子 所以红方这个意识之间呢 也是不能吃掉 黑方的这个三路货合主 对 红方可能在心理上呢 看到这样的变化 可能就不是太满意 是的 所以红方呢 也就是没有选择这个直接补向 他是走了一个G二进二 G二进二 对 他也是护住了这个炮 这个G炮 这条线 也是不让黑方马一进三 这样顺利跳上来 对对对 但是黑方呢 也下得非常的争锋相对 因为红方的G 既然离开了自己的气盒 那么黑方就走破二平七 准备逐七进一 肚竹 对 那这时候红方不顺势 向三进五补一手吗 对对对 红方这个时候也是 势在必行 补一下也是势在必行 对啊 我也吃着你足呢 那黑方这棋下得也很积极啊 这里 对对对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下得非常的果断 比如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特别在这样的决赛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下出一种气势吧 特别是需要把齐渠走得更加积极一些 这个时候 造成下走了这个逐七进一 去掉这个黑方的七路逐 是的 这个时候局面应该进入了一个 非常胶着 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了 这里呢 其实红方还是有蛮多选择 比如说下午进三飞足啊 甚至炮四平七吃足啊 或者还有些其他什么巧妙的走法 齐民朋友们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给您带来 精彩的终极 好 请你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王天一与赵欣欣的精彩对击 在这个终极这么复杂的地方呢 当时实战呢 红方选择的是向武进三飞足 但是呢 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阵型也打乱了 可能也是为后来的失败 埋下了一定的伏笔 是不是 那郑特这里你 当时你说有一个很不错的看法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因为当时呢 因为可能时间也比较紧张啊 红方选择了这个 用向武进三飞 吃掉黑方的七路足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个人认为呢 红方还有一种选择 可以考虑走这个兵一进一 暂时先 对这个黑方的这个威胁呢 现在是属于一个置之不理 对 通过这个兵一进来调整 红方的骑形 那黑方肯定是 要足七进一冲下去了呀 这个兵 对对 红方这样可以 马三进一 通过进边兵 对这个红方的三飞马 裸一个马位 就是这样子 那黑方是不是 我这个G也没出来 G1平四 我先把G亮出来 G1平四 那么红方可以炮四平七 对因为这个阻位是保不住了 在这样通过一个转换呢 红方是放这个黑方的七路组过河 然后把黑方的三路组吃掉 在这样的转换当中呢 可能应该也是一个 红方也没有吃亏 然后红方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色情调整呢 给自己的三路马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马位 可以说可能效果呢 会略优于实战 是这样子的 那我要是不出局 我这个足 这足冲下去也吃掉是吧 所以说实战呢 红方没有这么选择 红方可能也就直接用象飞足了 对对 红方选择了 象五进三 这样子好像看你挺安全的呀 我也保住了我这个马 下一步我是不是考虑 这个象七进五再飞象 来吃你这个足 对对对对 红方呢在计划当中呢 肯定是准备以后 接下来再走这个象七进五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走得非常有针对性 走了这个G4进五 G4进五先点进来 准备来扫兵了 这一招骑呢 其实真是一招两用的好骑 因为现在呢 就阻止了红方这个象七进五 如果此时呢 红方再飞象呢 黑方可以选择车四平衣 把这个边边给吃掉 正好顺手牵羊 把这个足吃掉 这个马正好没有根了 对对对 这个G4进五呢 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呢 就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准备要吃掉 红方的中兵 那我要不要炮四进一 把你巨星赶走啊 对 红方的炮四进一 打G是一个很明确的先手 黑方可以G4退二 退两步 对 黑方通过这样一个战术组合呢 可以把这个红方的这个炮呢 引到这个不好的位置 同时呢给黑方这个G啊 以后有更多攻击的可能性 对 就是故意让你掌炮打我一下 以后我就多了G4平六 然后G6进二来攻击的手段 对对对 然后这也就是一个顿挫 经典的一个顿挫 但是红方呢 也就是也下得很积极 他也没有理睬你这个吃兵啊 什么手段 他直接就G2平九 对对对 当时选择了G2平九 对 另外说一句 这个呢也是一盘这个 美方基本用时十分钟 每步骑加十秒的一个快骑 当时双方呢 是在慢骑打平之后的一个快骑 谁要获胜呢 谁就是淘汰了对方 所以说这个很激烈 红方下得也很积极 直接索性 我先把你边足吃掉 那黑方也是继续灌着自己思路 G4平五 试掉红方的中兵 红方这里下的就是又走了一个 非常凶狠的走法 炮4平五 这么平一个 对对对 红方走了一个炮4平五 这步骑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 是 希望能够在黑方的阵型当中呢 寻找到一些弱点 但是后面来看呢 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 对可能是 可以考虑走这个下肌镜五 对 补手相 更稳妥一些 对对 因为刚才已经走到这个 炮4平九 吃掉黑方的一路足了 同时也守住自己的鞭冰 这个时候就可以飞向 那我这个再吃足 对 再吃 正好你 那我还可以炮4平7 对 把这个三路的足给敲掉 那这个局面下是 还是一个互缠的 两分的局面吗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比较接近 虽然红方现在是多了一个 九路鞭冰 但是黑方呢 对红方子力还是有些压制 黑方此时呢 有一个炮3进1的战术 这样的长一步 对对 以后还有什么炮7进1 这样子打双的机会 对对对 这是一个先手 同时呢以后 有机会呢 可以马脚进7 对 这样可以给马 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 所以还很复杂 对对对 所以红方呢 但是他没有选择 他走的也是 非常的凶横 我先走个炮4平5 对 炮4平5 我想着你鞠 这个鞠要是 这鞠是不是得退回去啊 是不是 你要退回去 我这个马跳上来 或者我鞠8进3都长起来 对对对 这样呢就可以 红方可以达到 一个战术组合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想呢 这个也是在这个快戏当中啊 其实这一招棋呢 也可以给黑方施加 很大的压力 是的 黑的黑方呢 这个时候造型性特大呢 也下得非常的凶悍 果断地选择了 这个炮5平7 对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啊 那你吃兵正好 是不是中了红方的技呀 红方这鞠9进1 我先白吃你一个马 对对对 黑方这个不能吃掉红鞠 对 吃鞠 我这中炮的力量 威力都出来了 对对 有一个鞠8进9杀7 杀7 所以黑方只能鞠1平3这样子 对对对 黑方只能先躲 这个时候是选择了一个弃子 红方这个史实呢 是选择了走这个马三推二 逃马 这里是不是 正常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实战是不是应该 马三退一更顽强一点 对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黑方气质呢 是服有很凶悍的一个手段 是的 红方应该选择这个马三退一 先守住这个黑方 气露炮以后 有这个绝杀的一个手段 对 因为你现在要吃我相以后 你这个炮底线就没有这个 门弓杀得起了 但是黑方可能多了一个G7瓶9 对对对 当然黑方这样G1瓶9 都可以把 红方是准备G9退一 对 G9退一 守住炮 那么黑方必然是吃掉 红方的一路马 然后炮平一 这样子打一下 黑方呢再走这个 G9瓶8 G9瓶8 红方向其境 红方飞向 黑方 这个炮是不是可以躲开了 对对对 保住自己的组 对 可以保住自己的组 等于说这样子走法 是不是红方稍亏一点 对对对 红方稍亏一点 但是可能这个棋局呢 因为红方 还没有明确的问题 就是棋局总体来说 还是处于比较接近的 一个局面 对 所以说可能说 红方在这种 先得一子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要冷静地处理 这个局面还是可以 拉长战线 很漫长的一个战斗 但实战呢 红方呢可能就是 下得有点着急了 毕竟想吃个子嘛 我吃个子 我想保留我的物质力量 但是可能也是忽略了 黑方后面一系列的 这个估计手段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 然后吃足的时候 红方选择了一个 马三推二的棋 对对对 稍微有一点点贪心啊 导致了这个 没办法挽回这个局面 对对 可能也是比赛当中的 一种心理啊 不愿意 对 黑方轻易地就把这个 狮子给吃回去 对 这里我们看一下 黑方的手段 狮狮退一 吃相 然后红方这时候 也是走了一个 狮狮退一啊 先保住这个局 省得黑方有什么 打底相啊 什么偷鞠的一些棋啊 对 黑方此时呢 走了这个炮三斤啊 炮三斤 长两步 这个棋 这部棋下得好啊 对对对 这部棋下得非常的好啊 这部棋 其实它有多重的目的 其实它现在主要的呢 就是要摆上这个中炮 对 一旦这个黑方的炮 摆到中间了 就有很多战术 进攻的可能性 对 黑方的双鞠双炮足啊 以后都会有作用 那红方也是看看多子了 我想看看能不能简化 所以走了一个G9平7 对对对 然后捉双 黑方就是炮三平五 黑方还是走了一个炮三平五 这样子红方进行了一个简化 对G 对掉以后呢 然后红方走了一个G8进三 这样的长起来 这期正特这G8进五捉炮 是不是不太行 对对对 G8进五呢 黑方有一个比较巧的一个招法 是可以走这个向七进五 这让你吃炮有一个G7平五 这个把G捉死 对对对 所以说没办法 他走了一个G8进三 G8进三 黑棋 这个时候呢 就计划了一个连续的进攻手段 也是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我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 学习到了很多 对 这里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黑方的连续的进攻手段 G7平四 叫三 只能马上进三跳上来 对 防止这个闷弓 这个时候如果说平鞠过来抓炮 抓炮的话 防止这个叫三呢 正好出将 对对对 出将这个铁门栓了 所以他不能拿G砍 对 只能马上进三这样子 然后黑方正好顺利地 这个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 必须叫三 红方只能撤八平五 填到中间 这都命令式招法 正好又炮五平七单马 对对对 红方没有办法 只能马三退一 先逃掉 然后马九一七 又是个杀七 继续叫三 只能马一退三回来 对对对 红方只能继续退马 解杀 然后黑方 抛击瓶三 抛击瓶三 又打马 只能马三进四跳上来 马三进四 对 这样子一个打底相 终于找到了这个入门的这个机会了 对对 没办法 你这一支是我 我这拱你式 所以只能平炮 对对对 这样子气回来 这也无奈了 对 然后正好给吃掉 吃掉 红方吃掉 黑竹 黑方这个走了一个炮七平五 对对 这个时候也是走得很细致 因为当时呢 没有走这个测试金二 来吃红四 因为这样呢 可以红方可以对居 简化 这样可以局面 可以透出很多 是的 所以黑方呢 很老练啊 这里的时候走了一个炮七平五 这样子你不是我吃事 杀其又吃满 所以只能鞠五平七 对 这样黑方再继续的这个 这个鞠四金二吃事 这样红方一看 我吃炮也不行啊 吃炮我鞠四平五 鞠五平三 把鞠抽了 所以红方也很无奈 这里走了一个 对鞠 对对对 这里给大家欣赏一下 对 然后对调 材料 材料 马锡金五将军 这个红方也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走这个马六退五 对 马田窝西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局面了 就是红方有一个窝西马的这个局面 但是虽然没有鞠 但是黑方的双炮马都有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 黑方精妙的招法走出来了 一个推炮 对 下部准备右炮左一 进行一个蒙公沙 对 所以这里走到这里呢 红方也是头子任父了 对对对 其实这里呢 其实还是非常精彩 我们要不跟奇迷朋友们稍微演示一下 我们如果走这个炮一瓶六 先是做一个解杀 那么黑方可以走马五金三将军 对 红方炮六瓶五 黑方可以走四五进六 以后呢 黑方可以炮三推二 再炮三瓶五或者炮三瓶七 都是绝杀 对 红方没有办法再继续防守了 是的 所以刚才在这个局面下 就选择了头子任父 对 那这里的时候也很巧啊 他也不能炮一瓶五 对对对 这个时候也是不能炮一瓶五 炮一瓶五 有一个马五进七 这一个马七进六的一个绝杀 对 等于继续利用这个瓦心马 而且黑方这个子力也到位了 这个老将正好是在自己的这个 类线 也不让红方这个帅五平六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精妙的一个残局的一个杀法 非常的精彩 这盘棋呢 也是最终以赵新京特大获胜 通过呢 这个他俩呢 可能要继续加赛一个决赛 来夺得最终的这个成绩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解精彩的队集 今天呢 这个排位赛呢 也是 还有 还有继续一个决赛 这盘棋呢 双方在终极阶段 六个大子 也是集结在一起 黑方呢 也是通过了弃子 这个夺势 也是一举这个获胜 非常的精彩 也是非常感谢 大家能够收看 谢谢朋友们 再见 再见